今天教你用Github上面的開源專案Bilingual Bookmaker 用ChartGPT自動翻譯整本書 從零開始帶你從安裝到完整使用 今天的技術教學影片總共分成六個章節 上半部分和安裝有關的步驟 下半部分和操作有關的內容 大家可以透過上述的時間點 或者是資訊欄中的時間連結 跳轉到你所需要的影片片段進行觀看 以下我們就從準備項目開始 安裝很簡單只需要三個東西 第一個需要Bilingual Bookmaker主程式 第二個你需要安裝Python 第三個你需要申請OpenAI的API 只要這三個東西都具備 那我們的安裝就幾乎完成了 上述這三個東西的網址呢 我都會直接放在底下資訊欄 大家可以透過連結去看 先從Bilingual Bookmaker這個檔案開始 當你點擊底下資訊欄連結之後 你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請先不要慌張 我知道東西看起來很多 但只要找這個綠色Code 旁邊有一個小箭頭這個 點一下 並且點選Download Zip 我們所需要的主程式就下載好了 另外第二個東西 Python 以下連結你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你就直接安裝這個最新版本 下載下來 點擊依照預設步驟完成安裝就可以了 最後一步呢是OpenAI的API Keys 當你用Google搜尋OpenAI 可以看到這個OpenAI.com 點下連結之後呢 這邊先登錄 登錄之後呢 你會看到它給你三個選項 你點選API這個選項 點選右上角的Personal 點選View API Keys 這裡你理論上會看不到任何的API金要 所以你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是 創造一個新的 名稱呢 我打Test01 創建下去 你就會得到這一組麻花捲 把它複製下來 因為你只會看到這一次 複製下來之後 接著請打開一個記事本 把剛剛的這個API Key 貼上去儲存 OpenAI的API Keys 要依照你的使用量而計費的 所以你必須在這邊 Billing 設定你的付款方式 你這邊可以新增一張信用卡 到時候就會依照你的使用量多少 而去扣款 如果說你怕使用太多 花太多錢的話 可以在Usage Limits 設定好金額上限 例如這邊設定是3美金 並且它會在1美金的時候 即Email通知我 點選儲存 這麼一來 你的API Keys 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安裝也十分簡單 接續我以下的步驟即可 首先把剛下載好的 Bilingual Bookmaker 解壓縮 這個資料夾放到你想要放的地方 例如說 我就把它放到桌面的這個位置 接著呢 打開命令提示支援 命令提示支援 你可以用搜尋欄裡面搜尋 CMD 或者呢 你就直接輸入命令提示支援 打開命令提示支援之後呢 把你剛剛資料夾的位置 先複製下來 那在命令提示支援裡面 打上CD 空一格 貼上剛剛的地址 這麼一來 命令提示支援呢 它就會知道現在它在這個資料夾裡面要去執行後續指示的事情 接著輸入安裝指令 PIP install-r requirement 指令在資訊欄中也請直接複製貼上 按下Enter鍵 你就可以看到它開始安裝 那我們把安裝的過程快轉 出現successfully installed bookmaker 0.4.0的時候 代表你已經成功安裝了 恭喜你完成安裝 辛苦了 也請順手按個讚訂閱 我們接續操作的部分 接著我要用一行實際的指令來教大家如何操作 我先把我已經設定好的這一串指令添上 不要慌張 我們一個個看 這些各個代表什麼意思 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先看到這個 python macbook.py 它呢是使用python這個程式語言 來去解讀macbook.py這個程式腳本 可以先打開你的資料夾看看 裡面有一個macbook.py的檔案 python就要用這個腳本去執行接下來所有的事情 再來我們開始看其他參數 首先第一個打一個空格之後呢 兩個簡號 openai key 接著空一個之後 貼上你剛剛從openai那邊拿到的API key 就可以讓bookmaker使用你的API 串上chatgpt幫你翻譯 再來一個空格 language空格 雙引號 traditional chinese 雙引號 這個呢就是指定bookmaker要把文本翻譯到什麼語言 那這邊呢就是指定它翻譯成繁體中文 講到這邊大家都應該已經發現 每一個指令之間都是空一個空格 接著兩個hyphen bookname 空一個之後指定bookmaker要翻譯哪一個文本 這邊稍微說明一下 我要翻譯的文本是cnnews 但是前面呢有一個testbooks對不對 那你先打開你的主要資料夾看到裡面有一個testbooks這個資料夾 進去之後你會發現裡面有很多的檔案 這些檔案呢是告訴你bookmaker它可以處理哪些類型的檔案 例如說epub檔 txt檔以及srt字幕檔等等 它都可以幫你做翻譯 那我不想用它給的範例檔案 所以呢我上網找了一篇cnn的新聞 把它所有的文字全部都複製下來 貼到記事本上存成一個txt檔 接著呢我再把這個txt檔 放進testbooks的資料夾底下 那就會是你最後看到的這行指令 testbookscnnews 最後呢就是測試啦test 它只會翻譯幾句話 讓你緊緊測試一下效果如何 不會把整本書的內容全部都翻完 讓你的API使用量爆增 確認好上述指令都沒有打錯 以及該有空格 該有hyphen 該有底線的地方都有之後 那你就可以按下Enter鍵開始跑啦 好跑完了 當你看到綠色字以及最下面那一行出現的是 Bilingual Bookmaker的資料夾入鏡之後 那這就是你已經翻譯完了 比較有趣是它還是有很多地方會翻成簡體中文 即使我們已經在指定之中指定它要翻成 Traditional Chinese 可是這就是ChatGPT它常會發生的一些錯誤 我們可以回到主資料夾打開test的books 資料夾確認是不是都翻完了 你會看到原本cnnews旁邊多了一個檔案 cnnewsbilingual.txt 點開之後 你就會看到你剛剛的文字呢 它都以雙語的方式呈現 那就代表大功告成 最後呢 我們來更進一步了解其他參數以及功能 首先第一個事情是 把剛剛這一串先複製下來 這樣子我們就不用再重新打一次 貼上 然後空格之後 輸入-h Enter 那它就一次告訴你 白令國bookmaker有哪些參數可以使用可以設定 以下我們來看一些剛用過的參數以及其他好用的參數 首先再來看到一次剛剛使用過的Language 它這邊呢有表列出所有你可以使用的語言代碼 例如說你想要翻成法文的話 你可以在language.com一格後面 輸入fr就好 繁體中文呢你也可以輸入zh-hant 那個t代表是traditional的意思 如果說你是要直接使用traditional chinese的話 記得前後都要加上雙引號 下一個resume 當程式停止或者說發生一些意外狀況的時候 你可以輸入resume來接續前面沒有完成的工作 下一個single translate single translate 會讓你的產出呢是只有單一語言 不會出現雙語對照的格式 那另外呢如果說你不想用chartgpt翻譯 你想用google引擎翻譯的話 你也可以輸入兩個minus model 然後後面呢接上google 那我這邊要介紹最後一個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 prompt 這個呢可以讓你使用你自己設計好的prompt 去做翻譯 什麼意思呢 我們從前面翻譯到現在大家發現他只會翻譯出大概一種版本 而且裡面的語氣格式等等的 基本上你沒有辦法更改 但是利用這一條參數去設定 例如說 在他的檔案裡面呢 原本有一個這個 prompt template 這就可以讓你自己去設定你想要使用什麼樣的 prompt 去做翻譯 但是請記得裡面要包含 language 以及 text 這兩個元素 我自己設計了一個 prompt 叫做 prompt test 做示範給大家看看 快速介紹一下 首先 將所提供的文本翻譯成指定的語言 再來之前幾次測試當中 發現都會有簡體中文和繁體中文交雜的情況 因此呢我直接強制設定了一行進去 僅翻成繁體中文 並且給予他語言代碼 zh-tw 最後做出和前面翻譯最大的差異 使用逗趣的語氣翻譯 讓12歲的小孩都聽得懂 記得要保留原本有的 text 這樣子你就設定好你的 prompt 我們最後呢把剛剛有介紹的一些參數來輸入進去 跑一次給大家看看 剛剛所說的 prompt 空音格 輸入剛剛這個 prompt test.txt 然後呢前面介紹過的另一個參數 single translate 確認好以上參數都輸入無誤之後 我們就按下 enter 鍵 來看看跑完的結果 他先第一個跳出來的東西是我們剛剛所自己設定的 prompt Prompt的後面呢 這是原文 綠色字是他翻出來的東西 你有發現 他的語氣呢 跟之前翻譯的語氣 是有一些不一樣的 回到資料夾中 打開剛剛翻譯的內容 這一段就是你用自己設定的 prompt 去翻譯出來的文字 想知道關於 如何使用好 prompt 讓你的翻譯能夠更加流暢更加自然 也可以參考我前一支影片點擊右上角 以上就是整個使用教學 希望能夠從這個程式開始 讓大家更多的接觸到API在AI以及其他工具上的應用 我是田純聖 如果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請幫我按讚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